为什么诵经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学佛的人都知道 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种下什么因就得什么果 种善因得善果 种二因得二果 因果从未欺骗过众生 为人自欺无视因果 到头来果报还是要自己承受的 我们常听到叶因和叶果这两个名词 而叶又是我们的生口意所造作出来的 当产生结果的时候就是叶果 为什么诵经、拜灿、礼佛等等 会改变我们的命运呢? 是我们把不好的东西交给佛菩萨去处理 然后佛菩萨改变我们的命运了吗? 当然不是 佛教是教育 这个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我们离苦得乐 所谓离苦是指远离烦恼 出离轮回 所谓得乐是指不起烦恼 获得旧静的快乐 学佛的过程就是认识烦恼的过程 烦恼的根源在于心 当心水静转时 烦恼随之产生 而心怎么会跟随外境而转呢? 习气在作怪 这个习气就是深藏我们内心的五个小偷 贪、撑、吃、慢、疑 也被称为五种心毒 这五种心毒不去除 我们就无法摆脱习气对我们的束缚 就无法避免烦恼的产生 也就无法远离痛苦 所以佛教的一切教育手段 说白了 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习气 让我们从旧有的习气中拔离 挣脱出来 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佛法不是魔法 不是你今天念了一部什么经 今天坏事就走了 好事就来了 如果有这种想法 那也是一种妄念 人们平时干坏事时 都知道会有坏的结果 在后面等着 但是侥幸的心理 不也依然促使人们 去做那些坏事吗 如果善有善报 二有恶报是历险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恶了 因为再傻的人都知道 做恶马上会有报应 而报应是痛苦的 正因为从因到果 需要有成熟的时间 就如同我们种个种子下去 不也需要时间 才能成熟结果吗 很多人因为短视 看不到这个果 何时成熟 甚至侥幸地认为 这个果不会成熟 所以就胡作非为 等到果报成熟时 才后悔 但以莫及 这都是源自内心的无名 如果我们不希望 二因产生二果是历险的话 又凭什么希望 善因产生善果是历险的呢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如果指望今天念一部地藏经或金刚经 明天家庭的矛盾就没有了 工作也找到了 考试成绩也上去了 分手的恋人又回来了等等 这样想的人 无疑是在迷信佛教 是在把佛教当作硝酸甘油用 人们常说 修佛就是修心 学佛就是学做人 那么我们要修什么心呢 要修出离心 慈悲心 菩提心 平常心 精进心 布施心 忍辱心 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佛菩萨 佛菩萨怎么做 我们就跟随他们怎么做 这样才能最终成就完美的人格 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我们在做功课时 心还在外面飞着 或做完了功课 对身边的人 众生 做事的态度 一切造就 甚至还有更坏的情况出现 就是旧有的习气 不但没有消除 又增加了一些不好的习气 把我职修得更好了 那么请想想 这能改变我们的心 及命运吗 所以学佛一定要持戒 不持戒 你的筒是漏的 可能漏掉的福报 比鸡的福报更快 不要一边修福 一边照页 也就是一边漏 这样改变不会大的 经常要检视自己的心 每一个起心动念 包括一切语言 行为 有没有六度 波罗蜜在里面呢 念经 行善的发心 或动机 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想得到什么 想攀比什么等 检视自己的心 就是修行禅定 真正升起利益众生的心 就是在修行 不失 发觉自己不好的念头 当下忏悔 就是在持戒 忏悔之后 发愿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恶习 这就是在修忍辱 当你每一次去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一次精进 每一次精进 就是在提高自己的智慧 这就是修智慧波罗蜜了 这样以六度波罗蜜修行佛法 才是走正道 才能真正改变自己 佛法的真谛 是慈悲和空性 自尽其意 远离一切向 要想学习好 首先要端正学习的态度 学佛也是一样 要想把佛学好 首先要端正学佛的态度 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佛态度 也就是发心 也是很难成就的 念佛法门是非常的殊胜 因为我们这些众生 对参禅 学密 学教都不能行持 不能去做 释迦牟尼佛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个殊胜的法门 阿弥陀佛在十节以前已经成就 在无量节以前 发的愿已经实现 已经往生到那里去的众生 无量无边 如果你对这个法门再持怀疑的话 那里就是没救了 念佛一天要念多少次呢 没有一个定数 阿弥陀佛那里不是贸易公司 不做交易的 往生的条件 阿弥陀佛说 乃至只十念都可以往生 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里说 乃至只一念都可以往生 只要自心信乐 发愿往生 具足信愿 只要一念都可以往生 要知道 念佛是无上的法门 上至文书 普贤 马鸣 龙树 他们都念佛求往生 很多祖师大德都求往生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这个法门至上至下都可以念 这体现了阿弥陀佛的 普度众生的大慈悲愿力 十方三世佛 阿弥陀第一 就是这个愿力第一 念佛要欢欢喜喜的念 不要愁眉苦脸的念 但是心要悲悲怯怯的 知道这个世界苦啊 所以肯切 请阿弥陀佛接引 念佛 身心世界 一切的妄想 挂碍都要放下 别想着儿孙 想着存折了 就是为求生 极乐世界而制成念佛 赶紧求往生 见阿弥陀佛 悟无声乏忍 趁愿再来 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鸿鸣 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包含了一切的道理 不要动摇 不要怀疑 自心的念 自心的发愿 每个人都可以去 乃至 五逆十二的众生 都可以去 只要信愿具足 一定要好好地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你拜佛菩萨 诵经为什么可以 消业障 因为念经拜菩萨 并不是说 菩萨就把你的业障 消掉了 而是因为 念经拜菩萨 本身 就是功德 果报不可思议 成就不可思议功德 但正常情况下 功德会按天理的规定 自动排序 不会主动去抵消 某一个业障 而每当你祈求 菩萨慈悲 保佑你工作顺利 爱情如意等 菩萨可以动用神通 慈悲 用你的功德去抵消 那一个特定的 阻碍你事业 或爱情的障碍 从而神力变得顺利 你的功德 和菩萨的慈悲神通 缺一不可 但基础 还是你自己的功德 一份善果 去一份业障 如果有人只是拼命 祈求菩萨 而不做功德 不念经 那么菩萨也没有办法帮你 因为你未基存功德筹码 若业障深 功德浅 那么我们的所求 同样不会成功如愿 明白了这一切 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 抓紧时日 利用每一分钟 去修心 积累功德 同时 因为明白了功德和业障的深浅关系的影响 我们每个人可以针对自己的业障程度 制定相应的短期休息目标 业障深的 平时总觉得什么都不顺 求菩萨念经也很多了 但还不变好 这就是业障多 阻碍相对多 业障浅浅的 一念经就有感觉 美求必应 那么就是本身有功德 就要提高要求 修心积累功德 最要紧 理解了这些道理以后 希望大家就能认清自己的命运 是怎么形成的 不要再怨天尤人 推卸责任 而是放下包袱 专心修行 把所有等待的时间 都用在念经 修功德上 那么即使来世还在人界 那么我们的每一天 也会尽是好的果报 像生活在天上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